大家好,我是小瑜 今天邀請研華最帥的AE凱爾來跟大家開箱囉 哈囉大家好,我是凱爾 大家近年來一直聽到的AGE AI 邊緣智慧這一類的關鍵詞 其實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對於AI開發者來說 除了要有充分的數據 以及良好的推論模型之外呢 如何選擇一台具有深度學習 以及高效能的推論系統 其實也是很重要的功課喔 那凱爾請問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是什麼呢 相信很多開發者無論在深度學習演算法 訓練和推論上面 面對的是效能不夠的問題 所以我選擇了這台高效能運算系統 L300來跟大家開箱與介紹 喔?高效能運算系統 所以它也是一台可以用在AI視覺的訓練 以及推論的系統嗎? 是的,它是一台高效能的系統 不僅可以用來訓練AI視覺模型 也可以用來執行推論喔 那我們馬上來進行開箱吧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L300 I.O.部分 顯示輸出 L300有一個VGA輸出接口 一個HDMI輸出接口 USB 3.0 高達8個 可讓開發者 接上不同周邊來使用 4個網路接口 4個COMBO接口 而且機器上還提供了 聲音輸入輸出接口可供使用 接下來我們來看 L300內部的擴充部分 L300配有強大的運算能力 支援使用伺服器等級CPU 最高配置到32GB記憶體 L300內建一個PCIe通道速度為16X 16Lens的插卡介面 讓開發者可以彈性擴充四面上顯示卡 來提高系統運算效能 接下來我們將一張NVIDIA顯示卡裝到L300裡面去 如果我們加了高效能的顯卡 那系統本身的供電是否充足呢 我們還需要額外提供電源嗎 系統內建850W的電源供應器 不需要再針對GPU顯示卡提供額外的電源 這麼強大的運算能力 肯定很燙吧 那散熱是怎麼處理的呢 Air 300有針對系統散熱加入了SmartFan技術 可以自動偵測系統內溫度 調整與控制風扇轉速 肯定能有效將系統內溫度維持在標準內 我們實際來看一下SmartFan的狀況吧 大家可以聽到在開機之後 它的聲音變得非常小聲 而且穩定 我想請問一下凱爾 通常高效能的AI系統需要很大的儲存空間 那像Air 300這樣子 最高可以支援多少的儲存空間呢 這個問題非常好 為了滿足開發者大容量的儲存空間 主機採用了抽取式設計 無論更換2.5吋 傳統型硬碟或SSD 都非常方便 而且它最高可支援20TB資料容量儲存 而且系統還支援MSATA的擴充 也是容量擴充的另一個選擇 我們已經先將Air 300接上了螢幕 使用了一套人臉辨識的軟體 我們先載入了預錄的影片 那我們可以從畫面中看到 畫面中有非常多的人 而且這套人臉辨識的軟體 可以透過我們剛剛接上的 NVIDIA 2080 Ti的顯示卡 透過DNX演算法來做一個人臉的辨識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它的辨識的效果 其實是非常的快的 從畫面中看到 每個人可以辨識出他的年齡 性別還有他的臉部的表情 哇 那這支影片居然可以透過AI推論系統 辨識出這麼多人的特徵 那也可以現台測試看看 我們兩個辨識的特徵效果 當然可以啊 那我們來測試一下吧 小儀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鏡頭 耶 哇 真的很準耶 我居然第一次在螢幕前公開我的年齡 我們感謝凱爾今天為我們開箱 那如果有興趣想要了解更多 歡迎點擊下方的連結 那也可以點擊我要諮詢專家 我們會提供更多的資訊給您喔 那也別忘了訂閱我們的ALT Connect 我們會有更多資訊跟您分享 謝謝